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你随时会有啊 鱼雷啊 来炸你 你只要登上丰盛号 航空母舰上 你透过蔡老师的分析团队 你透过蔡老师针对特定的个股 来做一个什么 一个重点的买进 我相信你一定大丰收 各位 就像这个大盘 我跟你讲了 不管怎样都是要拿专业出来 专业操盘你才能正面迎战 盘是有好有坏 你都要能够克服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如果不克服好更换 你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大胜之举 各位就像我告诉你的 一般人看表象 操盘人看的是内容 同样的融资融卷 你要知道 大型股有时候人家不会用融资 你今天用融资的 如果是主力大户那是针对特定的什么 特定的主力标股 他一定用融资 但是如果你一般散户投资朋友 当然也许你的惯性是说 老师我觉得这档个股啊 远景我看的非常好 所以呢我用融资来做买进 我相信如果你是这样断定台积电的话 我认为非常好 但是除了台积电之外 你要用其他的一个什么一个操作 我希望你要有把握在出手 各位一般人看表象操盘人看内容 就像蔡老师的节目 每天一定要跟你等到数据出现 我才跟你讲 今天人家三大法人的一个动态是怎样 各位这就是我们操盘人养成的 我们要看内容 我们如果没有数据出现 我们只是瞎着摸像 可是今天等到数据出来 蔡老师跟你讲的 我看全市场也很少人会跟你讲三大法人的变化 尤其是旁后这个股市节目 我看了一下业界只有我在讲而已 为什么因为我关心你啊 我不希望我的解读啊 然后什么 跟实际上后面的变化 跟未来的变化 会有一点误差 我希望我能够多靠近未来啊 我的会员朋友 就能够多赚了很多钱 各位你知不知道 就像今天的大盘一样 你也许会觉得说老师 今天大盘10559跌破了 各位你搞错了 10559是缺口的上元 今天缺口有跌破吗 各位今天缺口没跌破 你今天看到大盘在盘中 开高之后一路的下沙是谁在沙盘的 各位如果今天是外资的话 那这个局就破掉了 代表下档的缺口也会破 但是你知不知道今天在沙盘的 外资的卖压是越来越少 今天谁在沙你知道吗 今天是自营商在停损 各位那关键就来了 自营商往往的态势就是追高沙低 如果今天是自营商在停损的话 那很简单一件事情 这个大盘应该快要大反弹了 各位丰盛可以笃定的跟你讲这件事 今天的盘是如同我们所预期的 该做反弹的动作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 也就是丰盛跟你讲的一件事 台积电还没破底嘛 台积电我跟你讲225一破 222.5都会破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过这段话 结果今天开盘虽然涨了 但是我内心担忧的是什么 不对啊 因为红海复乖离过大会反弹 因为大力光已经出现底部形态 会反弹 唯一的平盖三雄中的台积电 他这个222.5在昨天已经跌破225了 所以222.5他没破他没有交代嘛 所以说他今天开这么高我就觉得惨了 就要来走开高走低 也就是台积电222.5要破 果不其然各位 今天就是因为台积电整个的一个盘是往下杀 各位对不对 从涨58点变成最低跌了80点 尾盘收盘跌了71点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你看到盘后的数据 我告诉你你要松一口气 为什么来 昨天外资只剩下卖了72亿 你记不记得这一波的杀盘这样杀下来 杀了5天从上礼拜五开始杀 上礼拜五的外资 如果蔡老师没记错的话 上礼拜五的外资先卖206亿 礼拜一外资卖了123亿 在礼拜二的外资卖了77亿 昨天外资卖了72亿 各位 今天啊把昨天的低点跌破 但是外资从昨天的72亿 变成卖了53亿 各位代表今天不是外资卖的 那我刚已经跟你讲自营商卖的吗 对不对 因为自营商很多的亏损他要认列 不然董事会他没办法交代 自营部惹了大乱子 就像我跟你讲 很多人不是很多人而已 很多法人 这一波买进了很多台积电跟红海 所以说他们下定决心 不管这个大盘要怎么发展 就要认列亏损 各位 所以今天自营商卖了37亿 你再去看一下盘后的 盘后的一些法人 自营商的一个卖操的情况 你应该就可以跟蔡老师 刚刚跟你讲的做佐证 那现阶段这个盘是回到了 我跟你讲的10559跟10473 这个跳空缺口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缺口的低档 10473 今天低档在多少 10478并没有跌破 多了5点 我认为是好事一件 再加上今天这个量 也没有比礼拜二的量还要来的大 所以说他只是修正昨天的反弹无量 各位是不是 如果今天这个量爆量 又比礼拜二还来的大的话 那这个大盘应该还要再下错 那你今天看到自营商停损 整个的一个卖压就大概这样1402亿 我相信这个大盘应该快要急速反弹 换句话说 我一直跟你期待 要帮你抓的2330的台积电的买点 你一定要拥有蔡老师的讯息 应该快出现了 那再回到了个股身上来 各位这是近期蔡老师的丰盛概念股 今天大盘啊 再给你创低点 但是我的丰盛概念股 为什么能够这么强 6123的一个什么一个上期 各位 大盘开高震荡走低 我的上期 竟然能够开高震荡走高 尾盘还收在545 还涨了2块2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这叫安全的行道 你要知道丰盛概念股市市场 唯一安全的行道 也许投资朋友你会觉得 盘是好的时候你自己做好 我也期待你自己做 我非常期待 但是你再想一想 你自己做股票又很安稳的 能够赚到钱的这一种时间 是不是大概只有2个月而已 各位大概只有2个月而已 你来看一下 大概只有2个月而已 你可以自己做 那你其他10个月包括大盘震荡 包括大盘修正 都不是散户你能够面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行的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因为你看到的是表象 所以你会被修理 你跟自营商一样 你不像操盘人 我们看的是内容 我们就在等自营商停损 今天出现了 今天出现了 来各位 今天出现了 很抱歉 今天跌了37亿 卖了37亿自营商 那你看一下蔡老师的一个持股 6123的上期 昨天只跌 今天在站上的五日线 其他的均线通通不用说 年线半年线季线月线五日线 通通在下方各位 量价谢天机 这叫隐藏的大明星 各位 6123的一个上期 横盘整理了两个月 在近期大盘震荡当中 他逆势的一个崛起 我已经跟你讲过 会这样操作代表公司派是积极的做多 代表也不会有法人的卖压 因为法人卖压 就像我跟你讲的 外资已经缩手了 头信不敢卖 因为头信是接 直接委外代操的政府的基金 那怎么可以乱卖呢 就是叫你要挺台积电跟鸿海 各位是不是 头信不能卖 就只有自行商 因为自行商是拿自己的钱出来赌 所以说出来投资 所以说他今天他有一个极限值 自行商受不了了 那就是大盘技商处理反弹 各位你知道吗 除了6123的上期之外 我跟你讲的F4星各位 这几乎蔡老师都天天讲 听说市场上还有一些毛小孩啊 我不是毛小孩啊 是毛头小孩啊 各位 不太懂股票的啊 竟然说要放空四星啊 那你就等着看啊 他怎么被修理 我已经跟你讲过 AI啊 是今年2018的一个什么 一个主轴啊 那2018的主轴 我也跟你讲市场三支AI嘛 一支就是3443的一个创意 另外一支就是3035的资源 各位是不是 最后一支就是我跟你讲的丰盛概念股 3661的世心 各位是不是 那你也知道 3035的资源 来看一下 这蔡老师都不用说了啊 你看一下近期都一路的破底 更不要讲他的啊 季限啊年限什么都在上方 3443的一个创意也一样 各位 那这两支蔡老师都不会去碰嘛 我只带领会员朋友 我们第五次操作 各位你没听错 1234 我第五次操作啊 我们前四次我们赚了90块 各位你知不知道啊 世心目前才120几块 我们赚了90块 各位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有买有卖 我们就是来回操作 我知道你 如果你不是我的学员朋友 你一定会觉得很滑 但是我告诉你 现阶段是我们第五次操作 第五次操作 你知道蔡老师设定什么价格 要做出托 各位 这一波的一个低点是在113.5啊 其实我也坦白告诉你 我们挂140块要卖 高点在136.5 我们没有卖到 我原先想这一次我要赚22块 再加上之前的90块 就是要赚112块 我坦白跟你讲啊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今天跟你讲啊 我们前四趟赚了90块 我们即将零成本的投资 什么叫零成本的投资 我问你 如果一档股票 130块 然后我们做了五次到六次 我们赚了131块 我问你这档股票还要钱吗 不用了吧 因为一档股票你买就是买13万嘛 一档股票 但是我们这一档股票我们都已经赚超过13万了 这难道不是零成本投资吗 各位 我会冲造这个传奇给你看 全市场没有啊 比蔡老师更懂四星的一个什么 一个股价 包括今天也一样 你说今天这个大盘再怎么跌 我已经告诉你了 潜藏的大明星 我们的四星盘中还拉到128 收盘收在124.5 各位 我哪一档个股不是给你公开印证 再加上怎样近期强势的什么股票 来各位 等一下再进广告 来 6153的加联益 近期难道不是市场上的一个什么 一个焦点吗 各位加联益 蔡老师讲完 不仅股价走高 而且他的利多 层层的爆出来 各位层层的爆出来 那你说今天的一个加联益 他正好做一个拉回 各位又怎样 我告诉你 专业操盘都正面迎战 你今天你如果不懂股票 你一定会畏畏说说的 就像我告诉你的 我们不是在看表象 我们看的是内容 content 各位知道吗 6153的一个加联益 隐藏的大明星今天也一样 上下洗盘 各位是不是收盘收在43.05 老话一句 我们一样是怎么买怎么赚 我们不会犯这种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错误 所以我在那边跟各位讲 你今天看到大盘在修理全职股 那就是全职股的买点即将要出现了各位 也许你会想说老师可是我买的太高了 老师可是我我是家传 家传之保台积电 老师我是家传之保鸿海 老师我是家传 哦没有啦 因为大力光是近期年的是不是家传之保 各位 你一定想说老师可是我全职股买太高 没关系 你找蔡老师来 既然是全职股 我相信低档的转折你一定也敢买 我来帮你买上去 这样好不好 各位 他强由他强清风佛山岗 他恨任他恨明月照大江 各位他自狠来他自二 我自一口蒸汽足 我已经跟你说过 寻找隐藏的大明星 才是散户你最要紧要做的事 你只要到达这个境界 选好股好选股股选好 你就能够转短线转波段转不停 就像我告诉你的 接近未来 你才能够预约财富 各位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抢占先机班 让各位掌握题材 充容布局 领先法人身材有道 让各位不赢也难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稍微回到下一段更精彩的一言新邦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那之前已经跟各位说过股市套路生啊 我希望你用比较严肃专业的一个态度啊 去击败他 去征服他 就像我跟你讲的 接近未来啊 你才能够财富有约 才能够预约财富 也就是准度嘛 接近未来就是这样 你不能够讲说明天的一个大盘啊 你都看不懂 我知道啦 未来是不可考 但是透过专业 你可以把它模拟嘛 那你模拟之后 明天你就可以来印证嘛 各位是不是 就像这种盘后的节目也一样 你要看这个老师到底 专业在哪里 就要看他的预测性嘛 看他讲的股票去印证看看嘛 准的话 你就赶快来参加蔡老师的团队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蔡老师也在那边跟各位说 我有一个原地也是开放给你们免费啊 来增进你们功利的这都啊 提供给全国的投资人啊 一个最大的福利 我有开一个赖的生活圈 来让你们免费加入 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赖 你只要在加入好友这边做第一个步骤按下去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在官方推荐 各位我相信我这个动作啊 跟很多的赖的一个群组不一样 我这是官方推荐的哦 类的官方是要有蔡老师所有的一个文件之后 他才会经过审核把他列上去 所以是官方推荐的一个什么 类的生活圈 你把它按一下显示全部 接下来你再把它打入 蔡老师的公司名称品峰 公司来当你啊最大的靠山 品峰大中华证券投顾 你把它按一下第三个步骤 你就跑到蔡老师公司的一个什么一个背景 第四个动作你就按加入你就按加入 这样就可以了哦 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福利 加入品峰大中华生活圈的优势 层间你可以掌握国内外的财经药文 中午你可以免费的收看蔡老师 就是独家为你们录制的盘中影音 只有在生活圈播出而已 晚上的一人心帮你可以选择提前看 还是啊加班回到家之后晚一点看 不用守在电视机前面七点钟一定要看 让你啊日日是好日身材有道 这样的帮助够了吧 那刚刚也跟各位点到了就是所谓那个什么 重点台积电要补叠吗台积电今天补叠了 自营商 自营商杀出了自营商停损了吗 各位赞一句话 操盘人看内容这个内容赞 昨天蔡老师也跟你讲 因为台积电不补叠啊交代不过去 那台积电为什么要补叠就像我跟你讲的 这个去年12月份的一个支撑点不是222.5 所以说225一跌破22.5都要破破了之后 这才啊会出现逆转乾坤的机会 也就是包括政策面会紧张嘛 起码你那个520的所谓的就职行情 跟今年的选举行情啊这些主导单位会紧张 枸杞不能这样破啊 枸杞啊在挑战万点啊是往下挑战是好事 不是从上面跌下来再挑战万点 人家会紧张嘛紧张之后就会有很多的一个措施嘛 各位难道不是吗 2330的台积电今天已经来到221了各位 跌破222.5我告诉你好事一件啊 如果你之前持有很多的台积电的投资朋友 你不要说老师你怎么这样子 台积电这么好的公司跌成这样 各位这就对了 你今天不跌你后面不会大拉台 你今天每天给你跌5秒 那才是临时整个全台湾的散户投资朋友 包括台积电的股东 每天给你跌5秒要干嘛 一次到位亮底牌嘛 各位难道不是吗 那你看台积电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讲我抓啊 target price 是270嘛 结果266被我抓死了 全市场啊也把蔡丰盛说恨的牙痒痒的 那我也告诉你那时候就是我们高出第一波 赚40块的一个什么一个时间吗 第二波我们赚20块嘛 我还跟你讲说来到250252有没有有吧 这一次下来蔡老师还要再来当白马骑士 再来救你一次各位一定的啦 我不会抛弃全国的散户投资朋友 蔡老师一定会帮忙你耶但是你需不需要帮忙 你要打一通电话知道我才知道你是谁啊 散户的守护者也要知道要帮助谁 各位你是不是知道 所以想买台积电的你赶快来跟我做联系 因为啊他果然破222.5 接下来期待好戏登场 只要国外的股市没有这么大的波动的话 他不会出现三个缺口 你不要再去仿效蔡老师之前说 哦老师你都在等第三个捷径缺口去买 对啦 第一次第二次蔡老师都是在第三个缺口出现才买进 没错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所以不要去看表象要看内容 各位包括什么包括红海来 今天的红海啊拉到了82块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个什么 覆乖离11.4各位 大型股的一个覆乖离大概10%到13%就很严重了哦 那整个红海的一个覆乖离是现阶段的这种侦探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买盘是不强的啦 就像我告诉各位说的你去看看2303的联电 这我之前跟你说了各位你不用感激我说联动联电帮你赚大钱 为什么联电跌不下来 联电从3月7号到5月6号啊 他要买20万张啊库长股 各位看到没有这就是库长股的一个效应 库长股的一个效应 那红海当然啊你想说人家也没有想说买红海稳赚钱啊 只不过就是郭董讲说红海价位不到200块他不退休 说黄牛了而已吗各位是不是当然了 红海的投资人你会这样气但是我知道啊 你们都输得起了不然你不会去补融资吗 融资在120块买的红海都断头了各位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要堵一口气 因为你不相信红海这么烂各位是不是对 但是你要知道公司派要表态比方来说公司派弄个库长股也挺好的啊 代表就不会再怎样 不会有所谓的一个什么让外资予取予求的 这一种负面性的观感太重啊 所以说要看到这种讯号的话你再来做加码会比较好 各位包括什么包括我跟你讲的3008的大力光是最强的 你不用跟我啊真的啦 包括当天的大跌3008的大力光我依旧跟你讲利空出尽量价偏多头 每一只股票蔡老师都会来跟你做交代 所以你只要每天啊来锁定蔡老师的节目 你把它当成连续剧这样看 你跟台湾股市就会紧密的相关 包括这一波的一个反转上去 我也会告诉你你有赚不完的钱 因为很多股票指数还跌不到哪里 很多股票竟然跌了都跌三四成啊 这都是很好的买点啊 股价便宜就是最大的利多 你知不知道 所以说现阶段有一大堆很好的股票出现 我希望各位你好好的一个把握 广告中的咨询专线 所以我这边跟你讲 包括蔡老师跟你说的夜城也一样啊 这些股票我们都事先都有准备 所以当他出现起涨 我们早就都布局好了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今天的夜城一样创新高拉回又怎样 一样是一个什么价跌量缩的格局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好好的一个留意 什么样的讯息对你最有帮助 什么样的股票适合你投资 对你最好的一个投资的股票 好买好卖保护股东要有获利背景 所以我希望各位 赶快来锁定丰盛概念股 值得买可以大笔买可以信心托付 没有每天涨停板只有每天涨不停 没有包装只有专业 我公开让你印证守护散户 我希望各位赶快弃暗投明 赶快迷途知返 甚至于你有会期的 我奖励你带枪投靠 下一档的丰盛概念股 你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希望各位到达这个境界 接近未来预约财富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抢占先机班 让各位不赢也难 祝各位明天礼拜五都能够想要什么 就能够赚到什么 我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前线评估 定次负投资风险